我國羽球一姐戴資穎 她拿到了超級系列賽總決賽的冠軍之後呢 今天她是終於光榮返國了 面對親友團的熱情階級 她也終於感覺到這座冠軍的真實感 對 那麼展望明年呢 戴資穎是期待5月開始能夠爭取奧運積分 朝2016的里約奧運大不邁進 羽球超級系列賽總決賽的女端冠軍戴資穎 緩緩地走進入境大廳 受到親友團的熱情接待 小戴一向冷靜看待球賽的勝負 不過受到大家的熱情感動 她終於感覺正面金牌是真的 其實拿下冠軍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開心 因為就那一場就其實 算是比較輕鬆的一場 但是就回到這邊之後 看到大家就來接我家人啊 秋團 然後還有林醫師就常跟他們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回顧2014 戴資穎除了6月在日本公開賽奪下亞軍 唯二的兩座冠軍都在年底的11 12月 讓戴資穎對2015年充滿期待 我沒有說 等於說因為覺得 今年就這樣普普通通也要過了 但明年這才是可能比較重要 因為奧運積分要開始 其實我一直的目標還是在奧運 我從小就跟指引說 其實運動員就是一個目標 就是奧運 現在機會已經慢慢慢慢有機會在我們在未來的種子排序看能不能爭取在前四名 這樣對他2016的里約奧運的錢會比較有利 由於國際羽球總會調整賽季 戴資穎2015年的第一站將從3月的全英公開賽展開 然後5月則要開始搶最重要的奧運積分 朝著2016的里約奧運大步邁進 聯合報系陳佳寧 許家榮 堅志祥桃園報導